我们再次低头仰望主 主耶稣我们同心来仰望你 明天是纪念你复活得胜的日子 主要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埋葬 也一同复活 让我们每位弟兄姊妹经历你复活生命的大人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不再是我的老我 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 因为你复活了 你活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 不但活在我们心里面 更是掌权在我们生命里面 主啊唯有让你在我们生命掌权 我们将来才能够与你在你的国度里面 与你一同的掌权 使用我们 接着主祷文 接着耶稣你所教导的祷告 耶稣你所发出的祷告 要我们今天早上定静在你的身上 来效法你祷告的生活 你所做的 我们也要做 我们来仰望你 奉耶稣的名求 Amen 感谢神我们上礼拜 把主祷文终于解说完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上礼拜发给你们的两张纸头 我们做一个综合的一个的说明 从另外一个角度简单的来看一下主祷文是什么 第一主祷文是什么 Talking是跟父神交谈 把你心里的需要告诉神 把荣耀送赞归给神 也是聆听 聆听神的旨意 愿神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愿神的旨意 让神的掌权 行在你的生命当中 所以这个主祷文也是教导我们 聆听 Listening Open up 真的把你的心灵要敞开 用心灵诚实来祷告 爱慕祂 因为祂是你的父 爱祂 Meditating 默想祂 默想神的永美 愿神的名被尊崇 被尊为圣 还记得吗 三方面的圣洁 第一 要敬拜尊崇祂是什么 祂的什么 圣洁的什么 崇高 祂的全能 祂的自圣自荣 可颂可畏 如行其事 送到祂荣耀的作为 第二 圣洁的什么 祂的永美 我们藏着脸 可以看见神的永光 我们的父神是众光之父 我们来赞扬祂的永美 来颂赞祂 来默想祂 祂的美德 圣洁的美德 asking 主祷文 我们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Magnifying 遵从祂 尊祂的名为圣 thinking 对自己的什么 反省 免我们的什么 在 所以我们需要真的在神面前 好好的认识自己 反省 changing 对自己的改变 我们有没有免了别人的债呢 我们有没有去谣说别人呢 我们有没有把基督的美德 永美活出来了 waiting 我们对神的祷告 我们带着等候的心 confesting 认罪 敬拜 敬拜这位至圣的神 高举祂 国度权柄 荣耀 度死于祂 更是enjoying God 所以你发现 主祷文里面 其实有那么多的 这些元素在里面 要我们去经历这个主祷文 第二 谁不能够 做这个主祷文 这个主祷文不简单的 不是每一个都可以 用这个主祷文的 原则方式来祷告的 假如你不认识基督 我们一种来读 if you don't know Christ you can't pray our Father 对不对 你怎么能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呢 假如你还没信主 第二 一种来 if you glorify yourself you can't pray hello be thy name 假如你要荣耀自己的话 你没有办法祷告 愿人都尊主的名为圣 把荣耀归给他 第三 一种来 if you reject his rules you can't pray Thy kingdom come 愿你的国降临 你记得吗 几方面的国度 读教分寺七章 神的国在我们心里面 神的掌权在我们心里面 假如你不愿意接受 神的掌权跟带领 跟治理 你不可能祷告说 愿你的国降临 第三 一种来 if you don't submit you can't pray Thy will be done 假如你 假如你 真的 你明白神的旨意 但你不愿意顺服 不愿意遵行 你祷告说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行在我的生命里面 这个是序话 你祷告不出来的 除非你愿意顺服 明白神的旨意 我就愿意顺服 第五 if your life is only for here and now you can't pray o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 因为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假如你不伤心 有永生 有天上 你不可能 不见得祷告 如同天上 你真的心有天上吗 最后一种来 if you are self-sufficient you can't pray give us our daily bread 假如你是专靠自己 只靠自己 self-sufficient 你没有办法 真实地祷告 用的饮食 进食给我们 所以 也是需要我们反省的 如何能够真实地 做主导文的祷告 我们需要thinking 我们要反省 假如 你不愿意 真的是 让神掌管 你没有办法求祂的旨意 好 再读下去 if you don't forgive you can't pray forgive us our death 你不愿意 要述别人 你根本不可能 求父神的要述 讲得很清楚 免我们的债 如同 我们免我们的债 因为 你要真正 得出父神的赦免 你一定要真实地 什么 认罪悔改 一个真实认罪悔改 是一定是一个谦卑 愿意去赦免 别人的人 否则你还是觉得 高高在上 你不会赦免别人 所以 让我们反省 我们有真实地 认罪悔改 有真实地 去要述别人 一同来 if you seek sin you can pray let us not into temptation 假如你喜好犯罪 你根本不可能 祷告说 不要我们 进入食堂 你没办法 讲祷告 在下面 if you are a friend of evil you can't pray delive us from evil 假如你是罪恶的朋友 你没有办法祷告 就我们脱离凶恶 跟这个 恶者 假如你愿意行恶的话 你没有办法 做人的祷告 就我脱离了恶者 好 这一句上句 if you build your own kingdom you can pray Thi is the kingdom if you want power you can pray Thi is the power if you always take credit you can pray Thi is the glory 真的需要我们反省 但我们在做主导文 最后的一句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真的是神了吗 还是你自己会归功 自己的光荣 在荣耀自己 要得着地上的权柄 take credit 都是我的努力 都是我很棒 说别人要听我的 别人要尊敬我 所以最后一句话 是让我们反省 你在建立自己的国度吗 你是要得到地上的权柄吗 你要把成就归功于自己吗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反省 最后 主导文带来我们很多的 真实的感情的经历 所以我们刚刚上完 Dr.Edmond的课 从脑到什么 心 心是讲情 讲感觉 讲feeling 讲emotion 主导文非常重视感觉 第一 Our father 表示什么 是个family feeling 父神 我们是他的孩子 所以你一祷告 就有个家的感觉 father 有个什么感觉 intimate feeling 一个亲密的感觉 父叫阿爸 父 何等的亲密 Hello Be thy name 是一种什么 愿人的尊你的名为圣 是一种什么 敬畏 reverent feeling 再读 Rely on God Forgive us our debt 是一个洁净的感觉 被圣灭 cleans the feeling Let us not in the temptation 是一个得胜的感觉 Victorious feeling Delive us from the evil one 是一个得胜的感觉 Triumphant feeling 耶稣每天复活 纪念他复活 是一个得胜的感觉 Thy is the kingdom 是一个依靠的感觉 整个都是神的国度 我们可以完全地依靠祂 祂的掌权 And the power 是一个全能的感觉 Manificent feeling And the glory 是一个荣耀被高举的感觉 Amen 是一个成就的一个感觉 Completed feeling 所以让我们进入主导文的 这个祷告的原则 不实时单单用我们的头脑 也能够用我们的感觉 感情 感觉到父神的爱 这个家的感觉 这种的荣耀的感觉 这种神国度同在的这种感觉 所以feeling很重要 所以开始要操练主导文 单单你一早上 愿灵修跪下来 第一句话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主啊愿你被尊从 是圣洁的神 父啊你圣洁的全能 圣洁的从考 诸天都赎索你的荣耀 从中存在你的手段 你命力就利 命力就有 天是你的作为 地是你的教导 你是无所不能的神 所以第一个颂赞 神圣写的什么 全能 这是我每天的祷告 你真的要进到主导文 所教导的 这些方法跟原则祷告 今天一般的弟兄姊妹 不知道怎么祷告的 都是祈求 祈求祈求 所有主导文的 这些原则 一般的弟兄姊妹 不知道怎么应用 我们要先应用 所以在我每天的灵修祷告里面 送赞主的圣洁的全能 圣洁的崇高 圣洁的美德 属受他的美德 同时他在我生命中的美德 跟恩典 送赞他的永美 真的操练 内在生活里面 用你锁定的眼睛 赞扬神的永美 赞美 送赞他 圣洁的永美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祷告 愿神 被尊崇 愿他的名 被尊为圣 是这样的一个含义 所以我们好好去操练 包括 求神的国度 求神的旨意等等 都要去应用出来 特别不要忘了 为你实际的健康 家庭 灵命 无知的需要 灵性的需要 来祷告 免我们的债 是属于灵命的 医生的饮食 实际的需要 经济的需要 各方面 一定要祷告 好 所以关于主导文 我们 还有留一个最后 relation 在主导文里面 有很多美好的关系 我们很快把它读完 一同来 Our father 就是父 father and child 父子的关系 Hello be thy name God and worship 你看到吗 抓到重点了 这句话是 带来一个真实的 对神的颂赞跟敬拜 颂赞他圣洁的崇高 圣洁的美德 圣洁的勇美 Thy kingdom come 是一个什么 king and subject 王与子民的关系 Thy will be done 是一个主人跟仆人的关系 Give us birth 是一个供应者 与领受者的关系 provider and recipient Forgive us our sin 是一个救助与罪人的关系 Lin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是一个引导跟跟随者的关系 Deliver us from evil 是一个protector and deliverer的关系 是一个救护者与蒙拯救者的关系 For thine is the kingdom 是一个神的掌权 神的掌权 主权者与子民的关系 所以主导文非常荣耀 非常丰富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去经历 去思想 去应用 好 忘了还有一课 好 最后一同来 Hello be thy name 是赞美神 The praise of God Thy kingdom come 是这个神的目的 The purpose of God Thy will be done The plan of God 同样神在寿命中 有祂的旨意 有祂的计划 Give us birth 是神的provision 供应 For give us our death 神的谣述 Pardon of God Nin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是神的能力 Deliver us from evil 是神的保护 the protection 所以有神 这个主导文充满赞美 充满神的旨意 计划 供应 谣述 能力 保护 非常丰富的一个内容 好了 好 对于主导文 有没有什么的回应跟感受 有没有抓到一点 哇 原来主导文是个宝 有没有这个感觉 真的是个宝 当然你们误会 一定要用主导文 好好教导 这种姊妹祷告 否则 我告诉你 我们就叫 你知道在过去 五百年拜在哪里 五百年我们就叫 拜在一句话 就是你去买鞋的时候 要买payless P-A-Y 你们知道这个鞋爹吗 都是卖中国的鞋子 你们去过吗 很多都有 我的鞋子都是在那边买的 我们的教会是 P-A-Y 五百年 我们基督教是一个不祷告的教会 我告诉你 你只要对照一下 回教 为什么他们那么复兴 一道新生寺 第一件事情 脱着鞋子 八头就摆 就祷告 同性祷告 我们基督教是不祷告的 真的 你去统计一下一个基督徒 一般他发 一天有多少时间祷告 而且他祷告内容的 Quality 的品质 是祷告的什么 不是祷告 个人需要 就是祷告一些物质 祷告是困难 他不知道怎么用 主导我们的原则来祷告 所以将来我们中国教会福星 一定要从祷告的福星开始 我们过去 五六十年中国教会福星 是因为当年在四十年代 五十年代 我们农村的教会 是一个祷告的教会 我差不多二十年前 就到中国农村做培训 我最喜欢参加的 就是他们早上五点钟的祷告 哇 弟兄姊妹跪在地上 那个石头地 祷告结束的时候 石头地都湿透了 不是汗水就是泪水 在那边真的是破绝祷告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为中国的福星祷告 为教会的福星祷告 为弟兄姊妹的需要祷告 在那边敬拜的祷告 宋赞的祷告 哇 那个祷告的佛乐 不得了的 真是你感觉到神的同在的 那个祷告会不得了的 他们是把整个生命附带 在那边迫切为中国祷告 我们真的看到那个结果 过去这几十年 中国教会的福星 其实是打在农村的 这个中国早餐五点钟的祷告会 但是因为城市教会 越来越多 农村的中国早餐五点钟的祷告会 越来越少 所以表面上我们城市教会 哇 好多 好福星 但是好像没有根的 没有祷告的根的 那个早上五点钟的祷告会 已经越来越少听见了 包括韩国教会的福星 我一个很好的同学 我们在台大是同班 点击 然后一同计划神 后来他转到韩国 在读他的审学院 又到北大拿了一个历史系的博士 他专门就是做中国的福音失控的 他 我这次十一月 在台湾不约而同 我们见面 不知道他拿Sapparticle 他有一年的休假 哇 在韩国的深学院真的好啊 做六年有一年休假 一年哦 整整一年哦 他带着他老婆到处去度假 我真的羡慕 结果我们一聊的时候 他说 我都问他 韩国的教会最近怎样 他说 不行 韩国的教会就假扑了 为什么 两个原因 不祷告 第二 小子化跟台湾一样 我们中国也开始有这个问题了 也很严重了 我一查那个表 前几天上姑姑一查 我们现在中国平均年龄已经到三十五岁 十几年前平均年龄是二十几岁 现在越来越老化了 平均年龄已经到三十二岁了 因为老人越来越多 六十五岁都越来越多 对不对 所以他说韩国教会面临这个问题 年轻人越来越少啊 大家不生啊 南韩跟台湾一样的困难啊 所以他说教会走教堡 两个原因不祷告 韩国教会过去都是五点钟祷告的 现在越来越少了 失去了这个祷告的佛乐了 第二 小子化 越来越少 这个人口了 年轻人也不生育了 生一个都太多了 不要说现在两个 一个都搞不定 台湾现在是 你生孩子是政府 拼命的补贴好多钱的 鼓励你生啊 年轻人还是不生 台湾大学毕业上的薪水 台币不到两万多啊 多可怜啊 所以 生活不够用啊 然后这些 毕业生现在拼命 真的是风水轮流转 拼命涌到哪里去了 中国去 优惠台湾的同胞到中国做事 好多优惠 一大堆台湾人 毕业生现在涌到中国去做事 所以 Prayless 是今天教会很严重的问题 你不要看我们湾区很多大教会 也不是很多 有一两个 你去问问他们 你一天发多少时间祷告 你祷告的内容是什么 你做个简单的问卷 保证你会得到这个结论 不知道怎么祷告 或者用很少时间祷告 或者祷告的内容都是成功神学 所以 这是我们希望 我们中国教会 能够有一个突破的一个地方 要把起初的这种 佛若祷告的心 眺望起来 我知道 伟东物师他们 现在住在这个B宿舍 每个礼拜有一个祷告会 是不是 每天的感谢主 哈利路亚 假如A宿舍有些 弟兄姊妹 你们要去 或者别的同学 在宿舍以外的 可以去 同情 拖去的佛若祷告 特别现在我们神圈 礼拜四的祷告会 已经 剩下 我跟吴长老 跟Mary了 所以 只有靠你们宿舍的祷告会 拖住我们神圈 最近神圈 艰难重重 我就觉得 是 缺少了我们的祷告 所以 希望大家 不能来这里祷告 最少在宿舍或在哪里 同心会神圈各样的情况 需要来祷告 你看我们下面乱招招 我们两次inspection没通过 挑这个毛病 挑这个毛病 这个礼拜天 我还要来注证 找了contractor 还要多拆一些的灰板 他们说 拆两个都不够 要没 没坟墙 你加盖的七坟墙 到下面数一数 我们加盖的七坟墙 他说 每一碰墙 都要拆两个洞 看foundation 看这个上面 所以这个礼拜天 还要多拆好几个洞 然后下礼拜二呢 inspector又要来 所以特别请同学 为下礼拜二的inspection 祷告 希望截止 是最后一次 通过了 然后我们就要把灰板 要盖回去 要tacture 然后再油漆 那就再大局 再搞定 否则 我昨天跟那个architect说 假如再有困难 我真的不想去申请了 因为我们当初 要搬进来 就是太急了 因为我们旧的审券卖掉 他们教堂要马上用来聚会 所以我们很快地要搬过来 一closing 前两三天都先搬过来 所以搬进来之前 我们就请了 这个师傅先盖了这三个房间 所以没有来得及去请 city inspection 正常的是你盖了一半 还没有封墙之前 他来检查 但是我们封了墙 在补圣寝 所以就要拆墙 这很困难 所以记得为学校祷告 Hallelujah 好 所以我们对主导文 做一个这样一个完整的说明 看看有没有什么的问题 或者分享 好 我们就用几分钟时间 按照我们的讲义 明人论祷告 看见这些神的仆人 他们的祷告的生活跟经历是什么 好 一种来 我们能祷告 这件事就是上帝的恩赐 也有米 信徒的全部生活就是祷告 太羡慕了 是不真 一种来 所以不是我们的祷告 耶稣 凡不能感动自己的祷告 也不能感动神 是历头上说的 祷告是一种试验 试验你在神面前的熟灵情况如何 所以你多祷告 你的灵性就有多高 一种来 祷告所成就的 是比任何的工作都大 也是尼多圣所经历的 谁若盼望在主的手中有用处 都要常常在神的面前 屈膝 用眼泪 用倾倒出来的魂 为教会祷告 一看那个味道 就知道是尼多圣写的了 倾倒出来的魂 那个感情 要把那个感情倾倒出来 迫切流略地祷告 不是不痛不痒的祷告 你若没有特别花出时间来祷告 你就永远没有时间祷告 所以一定要把那个祷告 灵修时间花出来 属灵生活的第一个真正的记号 就是祷告 而且祷告也是维系属灵生活的方法 自从我开始求主 祝福我的研究工作后 我一个礼拜的研究成果 就超过以往一年的成果 我有这许多事情要做 所以我每天必须花三个时间祷告 谁讲的呢 马丁路德讲的 在他工作压力 处理攻击最厉害的时候 他一天三个小时就祷告了 若我没有时间读经祷告 整天就没有一件事情顺利 我仗许多时间用来调整我的心与辈 随时祷告 因为祷告是将天上与人间联系系来的缓解 所以是随时祷告 不住的祷告 在灵里对神的仰望 好 下来 暂缓不是拒绝 许多祷告上 批着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神有他规定的旨意 也有规定的时间 神有他的时间 一同来 扣世袁所说的 一同来 世人 你一祷告 主就像你说 有没有看到他的羞耻的美丽 扣世袁 我在第四家常常听到讲到 出口成章 这个是他的style 不平之名 不平之道 你看 都是亚运的 OK 来 没有一项行动 比不屈不了的 培养成根的习惯 在一天之时 花半小时以上的时间 如与神同在 对我自己和别人 有更大的益处 好 早上还没有向他求问之前 千万不要离开家门 我不相信 在神的活的历史中 有这样的事情 用正当的灵所 献上的正当的祷告 永远不择 我答应 哪有先开音乐会 然后再调和 约西呢 每天读经 祈祷 先与神调和 然后见女人 见面 谁讲的 带得上说的 好 然后我们再读一点 英文的资料 一种来 Every day is a call to prayer Many are so preoccupied with work that they allow little time for prayer Lingrations in prayer witers the inner man witers 就是让我们的 里面的人 空干 witers 空干 Now a days Christians appear to treat prayer as a means to accomplish their aims and ideas If they possess just a little deeper understanding they could recognize that prayer is But men Utering to God What is God's will 所以祷告 不是成就我们 个人世上的一些 目标跟想法 跟需要 祷告其实 更是成就 神的旨意 按照神的感动 来祷告 You know 来 Prayers lay the track down which God's power can come Like mighty locomotive His power is irresistible But it cannot reach as without rail 所以他就用一个 佛车鬼 跟佛车 来做比喻 神的成就 神的全能 如同佛车 但是神的全能 要临到我们当中 需要什么 佛车鬼 我们的祷告 就是什么 为神铺佛车鬼 否则神的能力 没有办法 伤显在我们当中 下面 Prayer enable us first inwardly to overcome the enemy and then outwardly deal with him 所以祷告 让我们在里面 先得胜筹敌 在外面 也尽力得胜筹敌 一同来 Prayer is the exit test of the inner man's strength a strong spirit is capable of praying much and praying with all perseverance until the answer comes a weak one grows weary and think hard in the maintenance of prayer 所以祷告 其实是试验出 我们内在的人的 一个的力量 所以我们的 里面的人刚强 我们就会 继续地坚持地祷告 里面的人软弱 我们的祷告 就会停掉了 一同来 Prayer is work 所以要搞清楚 不是单单 只是外面的施工 跑腿 去领聚会 才是这个事奉 祷告就是一个事奉 一个工作 一同来 The experience of many children of God demonstrate that it accomplished far more than does any other form of work 祷告的侍奉 比任何的侍奉 带来更多的国效 听到来 The purpose of prayer is not to notify God but express our trust our faith our expectation and our heart's desire 所以祷告不是 跟神打报告 祷告来是要表达 我们对神的仰望 心靠跟期盼 跟心里的愿望 一同来 Why do so many Christians pray such tiny prayer when their God is so big 我们的祷告 限制了伟大的神 我们的祷告太小了 我们的神是却那么伟大 一同来 God does nothing except in response to believing prayer 而且是约翰威斯里 很有名的一句话 若不祷告 神就不做事 一同来 the greatest thing anyone can do for God or man is prayer 能够为人做 最重大的事情 就是为人祷告 下面 If I fail to spend two hours in prayer each morning the devil gets the victory through the day I have so much business I cannot get on without spending three hours daily in prayer 马丁路德 我们刚才读过了 中文的 God shapes the world by prayer the more prayer there is in the world the better the world will be the mightier the forces against evil 也是很有名的 一个祷告勇士 所讲的一句话 有机会读 E.M. Barnes的书 他写了好多 关于祷告的 非常古典的剧著 就是E.M. Barnes 你一上那个CCEL里面 就找到很多很多 关于论祷告的书 神是借着祷告来 转换改变这个世界 我们越多祷告这个世界 就越多被神转变 所以这也是 Mike Bickle 这个IHOP 他们的一个的认识 他们又带出 24-7 24小时 七天 见这个祷告 为福兴祷告 为美国祷告 为普世的算教祷告 所以 伤心祷告的大人 好 一同来 the little estimate we put on prayer is evidence from the little time we give to it 我们对祷告的轻看 就是因为 就是 从我们很少祷告 证明出来了 我们根本轻看祷告 不信祷告 seven days without prayer makes one week 哇 讲得真好 七天 不是一个礼拜 七天没有祷告 就是 一个弱者 W-E-A-K 不是W-E-A-K 很有意思 prayer will make a man cease from sin or sin will entice a man to cease from prayer 也是本人约翰的 讲论的 祷告 让你停止犯罪 相反的 罪让你 停止祷告 祷告让你停止犯罪 但是 罪让你停止犯罪 所以祷告跟圣节 是绝对有关联的 He who has earned to pray has learned the greatest secret of holy and happy life William Law 也是 他写 Holiness 他是论圣节 是很有名的 William Law 他都讲到 祷告跟圣节 是绝对有关系的 你学习的祷告 在学习到 过一个圣节 跟喜乐生活的秘诀 There is not in the world a kind of life more sweet and delightful than that of a continued conversation with God 一读就知道 这也是谁的味道 罗仁斯弟兄的味道 他是不断地活在神的面前的 而且这种 在灵里面仰望神 活在神的面前 像神不断地 清新突养地生活 他的经历是非常甜美的 sweet and delightful 祷告不是一个重担 祷告不是一个菜式 祷告是一个享受 所以他不住祷告 活在神的面前 好 所以就是我们看了一些 历代神的仆人 论祷告的一些经历跟教导 好 哇 还有不读了 没时间了 OK 好 然后我们要进到我们的讲义 翻译到我们的讲义 就是 耶稣 不单单用主祷文 教导我们祷告 耶稣自己 也常常在 四福音里面 有很多 祷告的榜样 值得我们 好好地学习 那么 第一 我们一同来看 马太福音十一章 二十节 一同来 耶稣在诸程中 行了许多异能 那些诚的人 终不悔改 那是耶稣说 父啊 天地的主 我感谢你 因为你张姐姐 是像聪明通达的人 就藏起来 像阴海 就选出来 父啊 是的 都是我父 叫父我的 除了父 没有人知道 除了子和子 所愿意知识的人 没有人知道父 这个祷告的内容 非常重要 也非常丰富 我们了解那个背景 耶稣去到哪里传道 诸程 其实是指到哪几个城啊 看到上文 看到吗 在格拉逊 波塞大 寒露讲的一个城 加百龙 假如研究圣经的 这三个城市呢 被称为 Unrepentant cities 不认 不认罪悔改 不愿意接受耶稣的 三个罪恶之城来的 甚至在 犹太人的伪经里面 描写这三个城市呢 是将来 狄基督 在 这个 加百龙 怀孕 在伯塞特长大 在这个 格拉逊 活动 这样来描写 这三个城市的 所以 耶稣在这三个城市 传福音 虽然很多 异能神迹 但是 那些人 怎么 中国悔改 但是你发现 主耶稣的反应是什么 看到吗 第一句话 我感谢你 当我们面对 施工没有 作效 面对 质病 面对 贫穷 面对 教会不增长 面对 前途往往 面对 别人 拒绝 我们能够 效法 耶稣 这样祷告吗 能够 好 感谢 所以 很不容易 我前天 坐在我家 开车 要下山 坐在转角 红利档 准备右转 结果 突然有一个 很大的 我后来转了 再看 撞到我的车围 所以有些同学 看到我的小车 好滚 整个车围 傲要去了 但是 当时我真的很害怕 突然间没有防备 就撞下来了 老先生 跟他太太 转弯 没看清楚 他以为我一往前开了 其实我还没动 他就踩油门 来撞我 他可能不知道 想的是什么 但是我 第一个反应 我就感谢神 最少 只是尾巴撞了一下 Airbag没有跳出来 其他没什么问题 下车一看 就是凹了个屁股 好 没事 感谢主人也没事 虽然抖了一下 但是摸一下 好像身体也没什么事 本来想 恳恳地敲他一笔 去看医生 说我的颈外 直追怎么痛 想想 这个也不是诚实的事情 不要贪心 他都陪我车子就好了 我好像是抖了一下 但是我觉得也没有真的撞坏嘛 所以 就不去claim 也不打电话给那个 他们这番反应很快 马上当天早上 我八点半被撞的 他十一点就打电话来 你的车子 这个对方说 怎么被撞了 还有什么需要 什么情况 我都一句不敢讲 我就说 对不对 就是撞坏了 他们很快 马上说 你礼拜一 把车开到这某个地方 一检查完 修理费多少 支票马上给你 你要修也可以 不修也可以 支票先给你 感谢主啊 我就祷告 希望这个支票多一点 然后我呢 把车子拿到 一家便宜的 Starton的地方 修一修 敲一敲就OK了 可以算个 五百一千也很好 不然我花了那么多时间 真的 凡是谢恩啊 好像 一个小货 可能也会得福的 所以我记得 张姐妹上次不是被撞 赔了一个新车嘛 对不对 就是购买一个新车的 哈利路亚 所以 有时候小事 有时候 我们 不要太担心 能够 还是能够 凡是谢恩 虽然麻烦一点 主耶稣 祂的祷告 我感谢你 所以对我们人生 会碰到各样 不予议的事情 大到小小都有 你记得 有一次 神的仆人 Mathod Henry 读过他的书吗 你们一定要读Mathod Henry的捷径书 不读的话 表示你不是传道人 这套捷径书翻成中文的有 但是最好就是上网看英文 我们 Mathod Henry的commentary 你们都不知道啊 我们的中文翻唱什么啊 就是Mathod Henry's Commentary 解释在我们中国教会里面 很多传达音定读的 这一套 commentary的特点呢 是叫做devotional commentary 特别是对你灵性 他这个不会太多的原文的解释 但是很多熟灵的解开跟应用 Mathod Henry是 差不多是 也是个清教徒 他大概十七十八世纪 写了六本 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 六本的commentary 但是现在呢 这些资料一上网都是免费的 Mathod Henry's Commentary 有一次Mathod Henry走在路上 被人抢了他的钱包 结果他一回家 碰到师母 都跟师母说 哎呀我感谢神 我今天被抢了 师母说你神经病了 能不能被抢感谢神 你都不知道 我几件事情有感谢神 第一我是第一次被抢 我感谢神 第二他只是抢了我的小钱包 损失不多 感谢神 第三他抢我 却没有伤我的身体 没有受伤 我感谢神 第四我感谢神 今天是他抢我 不是我抢他 你看Mathod Henry太可爱了 他能够那么小小的一个损失 他感恩不赚的 那么具体的 是他抢我 不是我抢他 真的 万一 万一啊 你用准备记住啊 在美国是这样的情况啊 记住啊 碰到黑人 或者哪天你去到China Town 碰到黑人 跑到究竟上去 万一被抢了 记住 不要反抗了啊 物质损失就好了 身体不要损失 你一反抗他就害怕了 一枪就打你了 或者一刀就捅过来 因为他比你害怕一百倍 你懂吗 记住 你就算救济他好了 懂吗 换一个心情 不要反抗啊 手机新的 iPhone就要来抢吧 不要反抗 上两个月 一个基督徒传导人 住在旧新山 他在一个 Starbuck里面 还是怎么样 他的手机 iPad 放在桌上 一个人进来就抢他 他就冲出去 去追 记得这个事吗 那个抢水 就一道捅过去 就把他捅死了 一个基督徒传导人 神学生 他觉得里面的资料很宝贵 我一定要抢回来 Don't really let go 有头脑就会把他背回来了 懂吗 像前学生 他所有资料 都被封在美国 他回到中国 还是头脑有 我们中国做的飞弹 多厉害 不用怕 抢都被他抢嘛 懂吗 没所谓 千万记住啊 在美国 别人 或者你不小心 操了别人的车 你要对方很气 又要来操你 你就让他 千万不要 给他眼神 否则他就 跑到你旁边 就一枪打你 很多这样的 很恐怖的 在美国 包括你记得吗 昨天有新闻啊 佛中那个年轻人 不是打死了17个人吗 这个高中生年轻人 居然报纸说 好多的女孩粉丝 在崇拜他 说他 长得很帅 要嫁给他 把照片寄给这个犯人 美国是不分 对错的 一个杀人犯 然后一对粉丝女孩 要追他 说我要嫁给你 说你很帅 很什么样 很夸赞这个杀人王 所以很恐怖的 这个美国 这个道德的价值观 是很乱的 所以一定要小心 凡是写恩就好了 Let go 抢都抢嘛 不要反抗 求神祝福你 说明你一讲祝福 他就丢钱包给你 你的 travel license 不要去换 好 为什么主耶稣 能够祷告说 父啊我感谢你 因为他明白 一定有神的什么 美意 也是我们基督徒 最难学的地方 当我们遇到苦难 我们常常问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会挨这么起 为什么会失去我的儿子 为什么 但是耶稣 他非常明白 是有神的美意 为什么被拒绝 反正是神的美意 从耶稣三年半的侍奉 从十字架的角度 回到一看 看到神的美意了吗 他所以被拒绝 这三个城市在哪里啊 看地图 在加利利海的北边 连续三个城市 他在加利利 本乡不被接受 所以他的事工怎么 才往南边 耶路撒冷去 才一步一步走 靠近十字架 才耶路撒冷被逼害 被杀害 假如他在加利利 施工很成功的话 他走不出去 门徒也很难走得出去 记住啊 彼得雅各约翰 安德烈菲利 都是在博塞的 大这个地方被护照的 他们是博塞大城的人 假如他们在本城 本家工作很成功 走不出去 耶路撒冷没有被逼迫的话 信徒不会跑到 这个撒马利亚去 安提亚去 所以当时看不出神的美意 但是之后从时下的角度 你才看到神的美意 同样今天很多事情 你现在真的看不清楚 不明白 为什么 但是一定要有新鲜 你现在所遭遇的一切 好像本来在中国 师父好好的 特别我想到伟动的事情 我常常为他祷告 真的不容易 本来在中国 很好的教会 在北京 在深圳 一家很好 怎么一个人现在在美国 那么艰难 抓住神的兴趣 什么 一定有什么 神的美意 不用怕 神有美意 现在真的看不清楚 为什么受到这样的逼迫 这样的难处 这么的落难 本来在中国 那么好的侍奉 教会那么的福星 真的是传道 传福音 手按病人 病得医治 但是在这里 好像什么师父都 没办法施展 有神的美意 而且主耶稣在这里 他为什么能够感谢福神 而这七节有个重要的 另外一个原因 怎么说 一同来 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 交给我的 除了父 没有人知道子 除了子和子 所愿意指示的人 没有人知道父 除了父 没有人知道子 若不是父信人 没有人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 所以他在这里 面对人不伤心 他明白解释父的一个主权 一切所有的都是什么 父教父我的 若不是父把人 赐给我 没有人会来到我 这里来 所以他完全顺服在 父神的主权跟计划 同样神在你生命中 有一个命定 有个计划 按照我自己的想法 我真的做梦 做梦 都没有想到 我会办神学院 去做老师 其实你知道我的梦想 当初是做工程师 我太喜欢W了 解释我从高中 就是我的梦想 我在高中里面 我是无线电学会的会长 我是教别的同学 怎么做Amplify 怎么做Walky Talky 怎么设计电路 在高中我已经做了一个事情 所以当我读完台大电机 懂得所有的电路设计 懂得这些电脑的原则 第一个语言是Fortran 太棒了 可以用电脑语言 来控制电脑 做很多事情 工程师是我的梦想 但是我真的没想到 神护照我 要做传道 真的做梦都没想到的 所以当时也是 经过很多的挣扎 很多神的改变 我第二个梦想 庆祖神的护照 我最爱的是做牧师 传福音 因为解释我原来的 蒙照的一个感动 就是要去传福音 没想到 牧养了两个教会之后 教会有福音 神把我拉出来 去读神学 读神学博士 要办神学院 坦白说 你说办神学院 跟牧会 两个要我算 我喜欢牧会 因为牧会 你看到人的改变 看到人的得救 而且牧会 这些羊 你爱它 它会百分之百的 爱牧师 羊群的眼睛 老百姓的眼睛 是什么 血量的 你爱它们 它们真的爱你 真的 我读了两个学位 神学硕士 跟博士 这两个学位的经费 坦白说 都是教会的弟兄姊妹 每个月奉献 支持我的 你爱它们 它们知道 但是呢 半神学院 不但很少机会 传福音 每次我去的 教会讲到 有机会 我都去传福音 上礼拜 我不是抓了两个人吗 台湾来的 你记得他们名字吗 一个叫Jerry 一个叫Alice 我还为他们祷告 讲完到 一介绍 有两个新人来 我就问他们 哎呀 我其实师母常常训我 在别人教会讲到 不要去传福音 挡了别人牧师的路 或者别人牧师不高兴 你太出风头了 我管那么多 鱼音游进鱼堂了 你还不抓他吗 这个一根都没谈 一个是 做MBA的 做Business的 从台湾来 然后她的女朋友 叫Alice 知道他们还没受洗 我就用福音桥来谈 但最后 用祷告 代表你们的心愿 接受耶稣 Hallelujah 两个都决策 我最爱的是传福音 因为你看到一个灵魂 得救 然后在教会里面成长 改变 师奉 传福音 这是你最大的一个rewarding 但是神学比较不一样 我没有机会传福音 所以为什么几年前 我带了几个学生 要办实施教会 其实就是 因为有一个 幕会的环境 我会传福音 而且 玉利公老牧师 办神学院办了三十几年 他从新加坡神学院 到工人神学院 他 我跟他两年同工 玉利公老牧师说 办神学院啊 就是 好像在这个 你 养 这个神学就像母鸡一样 神学生就像鸡蛋 每一个教会都要来拿鸡蛋 但是从来不来养你这个鸡 不太支持 这个神学教育 觉得好像神学教育 就会自动 这个鸡就会长起来 其实那个母鸡越来越瘦 很艰难 因为神学院 你没有会有奉献 你懂吗 单单靠学费的收入 绝对绝对不够 所以玉利公老说 哎呀我办了几十年神学院啊 觉得 太艰难了 养这个鸡 每个人都要鸡蛋 但是就不来 来养这个鸡 所以 只要鸡蛋 只要神学生 所以真的假如 神要我选择 墓会或者办神学院 哎呀 按照我的喜欢是要墓会 但是从一个大的角度 为了得着一群 合成信义的工人 我愿意办神学院 否则的话 按照传统的神学院 所训练出来的 还是反对圣灵的恩赐 反对一边赶鬼 反对讲放言 你一讲放言赶你走 这是鬼放言 你被鬼扶 我告诉你 你读不了那个神学院 赶你走的 还可以再丰盛说 我一天讲一两小时放言 我告诉你 这句话在别的神学院 一讲了 你赶出去了 神就给我一个 负担意向 为什么弟兄姊妹被圣灵充满 讲放言 在教会里面的施工都被停掉 因为几些牧师 他们原来的神学院 是这样训练他 说没有圣灵的恩赐 没有一边赶鬼 没有放言 所以为了一个更大的印象 我愿意走这条狠窄的路 圣经圣灵圣洁 内在生活 密集派 灵恩派 所以他们盖帽子吗 OK 反正圣经有的我们都要 Amen 所以感谢神 所以让我们知道有神的美意 有神的主权 不是你想怎么做的怎么做 神在我们生命中 有一个计划跟命定 就好像越拿 他要怎么逃 到最后抵徒了 就是走那个弯路 到最后还是走到李立伟 你懂吗 你想了很多年 不要装备 不要侍奉 都来都去 我告诉你 神给你的命定 到最后 你还是会走进去 但是 假如我们愿意顺服 就不需要经过大海的 鱼的肚子 三天三夜好像在地狱里面的这种痛苦 但是妙是妙子 你记得吗 我不是讲越拿吗 神太奇妙了 越拿是不希望李立伟长的人得救 因为是他们的敌人 对吗 不让他们可以悔改得救 但是他越不愿意 越不要以遵循神的旨意 因着他的不顺服 反而成就了李立伟的得救 明白这句话吗 记得吗 我上次解释过了 他到李立伟长 随便的只斗了不到 可能四十五分钟 讲了几句话 若不悔改 传承毁灭了 神来你叫我传 我传了 我受贪了 但是没想到一句话 传承悔改 为什么那么有效 因为城里面 有些人知道他的经历 曾经在船上 认识了越拿 这个人明明丢在海里面了 怎么今天站在我们城里面呢 所以成为一个活见证 看到神的大能 所以因着他的不顺服 反而成为一个 神很巧妙的 成为一个荣耀的见证 假如他没有掉过大海里面 在鱼的肚子里面三天 又活过来 他讲话没有人信 但是经过这个禁令 反而大将吓到了 告诉李立伟长的王 这个人讲的话 绝对是真的 这个人本来已经死了 掉在大海里面了 几天又站在我们当中 我摸了他 他不是个伪魂啊 要信他所讲的话 所以传宠悔改 所以神的意念什么 告个人的意念 神要拯救李立伟长 这个拯救不是永生的拯救 只是不灭他们 因为神要用李立伟 要用亚俗 成为管教审判 以色列的什么 工具 这是神的计划 神在你生命中 也一定有个很情恶的计划 现在或许你不明白 我也不明白 有很多事情 我真的不明白 但是相信 神有他的名义 神有他的掌权 好 所以 解释我们从 耶稣 马太飞十一章 第一个重要的祷告 就是感谢的祷告 看到 真的是有神的美意 特别在我们个人的经历 我们可以经历到保罗所经历的 神的恩典 都我们用 神的能力 在如来人身上 显得完全 还有包括罗马书第八章 万事 真的会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 所以你担心的 就是你不够爱神 你其他的环境 你不需要担心 好 所以关于这个感谢的祷告 有什么分享 要盖棺才来论定 不要到时候 哎呀 真的 求神保守我 街头路 还有 或许 我不晓得 其实我跟神求 我现在侍奉神 已经快四十年了 我跟神再要三十年都不错 因为我在六十岁生日的时候 我想 活到九十岁多好 可以好好再侍奉神三十年 然后后面二十年呢 能够放在中国 哎呀 不要在美国那么艰难 懂吗 你们也艰难 我也艰难 太是那么远 我这样在中国 我住在学校里面多舒服 对不对 不需要开车来回三个多小时 累死了 对不对 我现在在铺车轨 我现在看到人都在讲中国梦 要在中国班 封数神学院 看到我以前的博士班同学 我都在跟他讲中国梦 要把中国的封数神学院 万一中国 我们封数学院办到中国 你要来帮忙哦 我们要办中国第一个的博士班哦 要找十个PhD哦 你是其中一个啊 你来帮忙 第一个做博士班学生 哈利路亚啊 所以 我求神给我再好好事奉 健康事奉三十年 哈利路亚 所以保守 好好注意你们的健康啊 不要身体累得半死 到五六十岁就 就正是已经成熟的时候 就死掉了 你看赵天恩牧师 真的很可惜的 赵天恩牧师几十 他好像才六十几岁也是 太不操劳了 赵天恩牧师 我认识他 我在华城读书的时候 我就认识他 在香港都认识他 参加他的神祖岛告会 他真的为中国操劳太厉害了 包住中国跑 然后到美国去筹款 支持很多的传导人 包括很多来到国外的 早期的神学生 像张伯利 早期也是他帮助 住在他家里面 他照顾好多神学生传导人 但就是真的太累 累到后来是 这个 这个癌症是什么癌啊 是淋巴癌 全身都散开了 所以就没办法 太累了 压力重担太多了 所以好好保守你们的身体 从现在年轻就要打好健康的身体 好 我们再读 特别是 昨天是收难节 我们来看耶稣面对这个十家 他在科西玛里面的一个祷告 非常荣耀的一个祷告 一种来读《路加福音》二十一章 你们要祷告 免得你 愿意 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祷告完了 走起来 那 你看到耶稣在这里祷告 有几个特点 有特别的内容 那么最重要的一个内容 就是在这个祷告里面 他面对一个很大的struggle 很大的挣扎 也可说是一个非常强烈的 征战性的祷告 在征战什么 看到重点吗 是我的意思呢 还是什么 你的意思 这两个意思在征战 很多时候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 舒舒服服 在中国多好 按照我的意思 我打一份工 很好的收入 多稳妥 多好 按照我的意思 找个人结婚 这个家庭主妇 生儿育女多好 现在走这条传道的路 前途往往 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的 所以很多时候 常常是 你心里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意思 跟神的旨意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冲突的 同样耶稣在这里 面对这样一个挣扎 跟挣扎 是要成就父神的意思 要喝这个苦杯 还是求父神 把这个苦杯 车走 这个苦杯实在太苦了 要被钉在石架上 世人的罪 归在他的身上 特别耶稣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父啊 为什么离弃我 等一下我们会解释到 耶稣在石架 三句话的祷告 耶稣出来侍奉 他祷告 在旷野竟是祷告 到最终断气之前 他喊什么 祷告 他的一生就是祷告 所以等一下我们特别 要看他 十架七年当中 有三句是他的祷告 所以第一 我们看到 解释一个征战性的祷告 要抓到重点 再来我们 也会常常遇到 这样的祷告 这样的挣扎 要做自己的意思呢 还是要尊敬神的旨意 神的意思 感谢神 耶稣他祷告 他得胜了 第二 为什么他得胜 因为他横切地祷告 假如你读马太福音26章 耶稣多少次来回的 怎样祷告 三次 三次代表是一个完整的数字 耶稣迫切地 为这个事情 这个征战来祷告 不要成就我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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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也是一个重要的 一个征战跟挣扎 也是耶稣得胜的原因 他虽然有这个意思 但是他看到 更重要的是 要成就父神的意思 第三 也是一个恒切的 是一个啃切 迫切的祷告 怎么看出这个祷告 很迫切呢 圣经怎么描写啊 祷告更加啃切 啃切到个什么地步啊 汉诸如达雪点 地在地上 不是单单只是 迫切到流泪 流汗 因为在西伯来书 描写耶稣大声的 哀哭祷告 耶稣在这里 有哀哭的 只是路加没有描写 只是描写一个 更重要的现象 他迫切到流汗 不但是流汗 整个的生命的 挣扎到一个地步呢 按照医学的说明呢 它破切到 它的血管破裂 挣扎到 整个身体的挣动 那个挣扎到一个地步 它的血管破裂 所以吃什么 流出血点 身体不是夸张的 按照医学的研究是 在这种很强烈的震撼当中 它血管破裂 所以才流出血点 你就知道这个祷告是非常非常痛苦 非常非常迫切 非常非常挣扎的 历史上还没有挤在一个人 可以祷告到血管破裂 有人可以祷告到 眼睛的 眼末的血管破裂 眼红了 或者哭得太厉害 眼的血管破裂 但是没有记载过 祷告到 这个身体的血管破裂 所以你就知道 耶稣那个祷告的 那个挣扎 那个的伤痛 所以你说没有 写的极其伤痛的 一种迫切的祷告 同时也看到 家里读《马太福音》26章 门徒有没有陪着耶稣 一起警醒啊 没有 都是在 太累了 所有都睡着 耶稣明明叫他们要祷告 不要入了迷惑 但是没有一个人 陪着耶稣进行祷告 耶稣是一个人孤单的 在人边挣扎 祷告 所以弟兄姊妹 有的时候 真的在你的 最困难 最黑暗的时候 或许是 只有你 跟耶稣 可能 你的配偶不了解你 你的同工 或许也 没有办法支持你 只有你跟耶稣 在那边祷告 就好像 主耶稣 只有他一个人 在那边 孤单地走这条路 在那边孤单地祷告 那最后 刚才也提到了 耶稣得圣 这个祷告 得圣的秘诀 就是 一句话 不要成就我的意思 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这句话非常重要 包括在我们面对一些选择的时候 我们能够抓住 这个得圣祷告的秘诀 好 这是科西玛丽元的祷告 好 我们时间 刚刚好 就休息几分钟 好 已经过了吗 我们应该是 好 过了十分 好 快点 记得那个声音 不要调太大声了 好